看看有什麼早餐吃 參見午後, 周都督 我們是專誠來等幾位的 午後是不是經營對結盟的事 有所決定? 周都督想先去江夏視察環境 結盟的事再作打算 只是循例看看 而且各位來臨都不作客 禮貌上我也很應該親自去江夏 包圍劉王叔 雙方結盟, 互相了解兵力 對, 很應該 諸葛君施若然同意的 那我們就即日起程 各位請查 劉備一直問說 都不大都都, 既年輕又有才幹 果然文明不如見面, 器概不凡 年紀輕輕 就能夠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真是不簡單 世人稱你為少年浩傑 你真是當之無愧 是, 各位, 過獎了 說到年輕有為 又怎麼可以遺留你們的諸葛君施呢 年紀被周都督環繞 就已經文明天下 實在令人拜訪 好明怎麼可以跟周都督相提並論 周都督早已揚明天下 諸葛君施太謙了 總而言之, 兩位不相伯仲 都是當今天下第一軍師 不僅他們, 在座各位全部有差不多 這麼多聰明人一起合作 一定天下無敵 我都很有信心 只要和你們東吳結盟 雙劍合璧 曹操必敗無二 對, 沒錯 新野村的百姓 江安經歷了一場瘟疫 要好好休養生成 這裡和熱鬧繁盛的東吳明 真是相差 但我看見這個, 人人都笑容滿臉 生活得很開心 全靠諸葛君施安排得好 江廈的地方這麼小 都可以人人有雅遮頭 還有農地可以耕種, 自給自足 雖然田地比較貧借 君施就教他們種一些適合水土的農藏物 總之一句話, 人人有得吃, 有得住 周都督, 請 莫忘波這一役 打到夏侯敦一敗塗地, 酒隔不休 都是全靠諸葛梁, 用兵儀臣 諸葛君施 諸葛君施, 你很聰明 你教我打仗 我也想當君施 小朋友, 靜一靜 今天有上賓在這裡, 不要失禮人 這位就是周如周都督 當今最出色的君施 我沒聽過這個名字 你打仗真的很聰明 當然聰明 對了, 周都督, 你贏過這麼多場戰役 有沒有哪一場贏得最威、最開心 就像拼望波一戰那樣虛陷? 都不偏安那麼矮 我已經很久沒上過戰場了 周都督還去其他地方時賺 好, 小朋友, 你們乖乖地去玩 好, 我們走了 稟告軍師 周都督的夫人來了新野村 現在就在池塘裡 好, 見面 很瘋, 瘋得爆 夫人 夫君 為何你會來不來江霞? 因為我想來這裡,我又想見到你 我聽夫君提過 你說江霞的百姓生活艱苦 所以我特地來這裡給糧食 救濟一下他們 廖夫人親臨江霞派娘,真是有善心 又索又有愛心,真是雙倍難得 謝謝… 不用客氣 周都督,嫂夫人真是仙女下飯 你今晚的衣服非常華麗 而且還很獨特 是嗎?還是差不多 不過我對每一套衣服都很有要求 看得出你這方面很有心得 可能是娘至少對我的栽培 荊州臥谷的風吻 確實是比我們東吳的興門籤後律毒 周都督真是專家口吻 周都督對樂曲很有研究 只是掠董皮毛而已 何止掠董皮毛 杜都還彈得一首好琴,愚滿江東 是呀,今晚這麼高興 周都督就賞臉,直接演奏一曲 讓大家欣賞一下你 好呀 君,就讓大家見識一下你的琴音 携身陪你一起彈吧 更加好呀 是呀… 既然各位誠譽拳拳,功筋就獻醜了 祖都督和橋夫人 真是令我們領略到何謂琴失和諧 對, 兩位真是超級合格, 天生一對 周都督, 琴藝卓拳, 真是妖良三人 我們這些粗人只會武刀弄槍 說真的, 其實我真的不懂聽 將將軍, 勇猛過人, 威震四方 宮僅其實一直想見識你的 矛瞻引開雙鋒, 凝如蛇舌的象八蛇矛 都督的劍信, 都一樣是超群出眾 如果兩位比試一下, 大家都有眼福 周都督, 既然有這麼好的機會 這機會, 不如就等我用我的象八蛇矛 替你切磋下來 那恭敬就不如從命 承讓… 承讓, 承讓, 周都督身手不凡 真是文武相傳的抗世奇才 今天有幸聽到周都督的琴音 看到你的劍藝 真是令我貪圍觀止 諸國軍師深藏不露, 沒出售而已 孔明真是慚愧 琴藝未精, 對武藝更加一跳不通 其實諸國軍師 只喜歡浸淫在兵書之中 如果軍師肯跟我和二哥 學一下耍劍射箭 今天真是高興 孔明真是懂得在兵書之中找獲取 但是好的兵書 不外乎孫子兵法 或者是軍禮司馬法等等 相信軍師和我都看得難熟 有必要一體再體嗎 我夫人替我翻譯了很多西域的書策 裡面有很多新榮的兵法 對行軍打仗很有幫助 孔明可以送給周都督, 一起參詳一下 那在攻擊就此謝國 大家起筷 為什麼不見金夫人? 我也很想認識一下她 夫人最近潛心收到 這幾天是她閉關的日子 那就真的是懸慳一面了 大家隨便起筷 蕎夫人, 不喝胃口嗎? 她吃慣東吳的口味, 不習慣 蕎夫人喜歡怎樣烹調 我明掌善在主角 不用了, 是我自己口味獨特 況且我也不肚餓 你沒有把頭頭尾尾放進去 只是水和肉, 知道了 對了, 你有沒有多放些杞子? 夫人最喜歡的 已經放進去 周都督, 這麼晚了? 很香, 煮東西吃嗎? 是 蕎夫人剛才的東西吃不習慣 肚餓就睡不著了 蔗善很乾淨, 你自己帶來 水魚?這裡沒有的 又是你自己帶來的嗎? 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知道 水魚湯多煮半個時辰 很適合讓蕎夫人喝了 是, 都督 一碗水魚湯也親自監督 周都督真的很疼蕎夫人 對了, 是否要疼老婆才能做軍師? 諸葛軍師也是很疼蕎夫人 你怎麼做下人? 一點規矩都沒有 誰叫你亂收拾我的東西? 對不起, 蕎夫人 剛才我看你房間有點亂, 所以… 本來就不亂 不過現在的東西的擺位都亂了 蕎夫人,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我叫你進來是整理我的床鋪 因為那些床鋪是你們的 不過其他東西是我帶來的, 很矜貴的 沒有我的批准, 莫說說執拾 碰你也不可以碰 是 夫人, 他明白你的意思了 這次就這樣算了 是呀, 大人有大量 對不起, 蕎夫人, 我以後不敢了 我不想再見到你, 你出去吧 唐桑優 我沒事, 我還有事要做 周都督, 不見蕎夫人嗎? 夫人來了江夏之後, 水肚不放 為什麼會這樣? 富君, 我不見了手額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偷了 你查清楚了嗎? 我找清楚了 找到我的手指甲都花了, 你看看 是他, 一定是他偷 我一直都戴著的 萬二我一會都戴著的 是他, 進來整理我的房間之後 就不見了, 一定是他偷的 我沒有 蕎夫人, 先不要急著定律 不如先查清楚 蕎夫人, 桑優在我府中多年 他不會做出這種事 是呀, 夫人, 兩位都說得對 先查清楚 不用再查了 夫君, 你也看到只有他一個下人 在我房間收拾東西 還收拾東西都亂了 還有, 他一定知道我的手掩很名貴 所以他就偷了 沒有呀, 夫人, 我真的沒有 其實沒有證沒有據 也很難一口咬還是喪又偷的 好呀, 你要證據嘛 就進去房間搜 不如將這件事鬧大 蕎夫人, 我叫公像做一隻一模一樣的給你 這隻手掩是我娘留給我的遺物 就算你再做多一隻 也不會是跟我娘的那隻一樣 不行, 一定要搜 既然這手掩 對蕎夫人這麼重要 搜就搜 主公, 你不相信我 我…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一條片, 按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